第五次天童 第五次天童 我照一遲 等於是說 這排做完的時候 全部做完可以 要調小 因為要開始要做整個 不行不行 這整排做完不能調小 因為他這裡要烤脆 等一下要準備要挖了 那等於是 那等於是 這全部做完 這邊的全部都已經起來起來 開始小火都可以小 然後再開始一個一個 沒有小火 小火的話你可以 你剛開始 一定要到120度 才可以倒粉漿 第一個粉才不會黏鍋 你的餅皮才不會黏鍋 第二個 溫度是120度 你才不會黏鍋 第二個 你小火 再來是你小火中火的問題 你小火在烤 你做沒有壓力 那你慢慢做可以 你當你 28個洞做完的時候 做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一般是回來這裡挖 那你就瞬間把它 開 不要開到很像 你開到這樣 45度角 開到45度角 我把它吹一下 讓它下面這邊 讓它這邊烤一下 烤一下 這邊 你看現在變很硬了 它原本小火在烤是軟的 就像你那一邊 戳起來是軟的 它變中火去烤 它會瞬間變這樣硬的 它變硬的 那你就可以 這裡就熟了 你就跳起來了 我如果有小火 小火一開始下可以 但是 全部已經 線都這樣一個一個都倒好了 然後準備要開始 起的時候 就可以 把那個火 變中火 中火 讓它瞬間去烤 然後再開始從這邊開始 再做 因為你要挖 要挖之前把它烤印 才挖得起來 要不然你拿起來 就變軟 反正你要挖的時候 你就要變成 把它弄硬 中火 對對對 要不然你看 你現在要把它弄過去 它還是軟的話 弄起來它就是軟的 那你現在火把它開大的話 它就會變硬 變硬了 對 就這個意思 那你當然 你只要 120度 不管你是小火 中火 它都可以烤 它都不會黏鍋 大概是這個原理 那你自己 多測試幾次 就越做越漂亮 反正就是 你要把這邊烤 對 脆硬 你必須要火 不要這120度 這樣一直維持 那是烤比較久 或是烤會有問題 對 其實它這個 就很簡單 它就是說 溫度太高的話 它會有毛細孔 溫度太低 它會黏 骨會軟 對 有擦不乾淨 它會白白的 如果太嚴重 它會有一層油浮在上面 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幾個原理 一直在圍繞而已 像這邊看說 沒有白白的 代表油都有擦在上面 對 這已經都有擦在上面 其實 溫度或高點 那應該是 沒關係 溫度 高點 烤起來會比較 像這樣比較漂亮 不可能說 沒有那個毛細孔 這個很難控制 對 我覺得是比較難 對不對 基本上客人也不太會去 在乎這個毛細孔 對 是我們自己在做 自己才會 希望說 如果說做得真的好 沒有這個毛細孔 還是覺得的話 好 等一下換你了 像我 基本上我們 28個全部做完了 那我們就再回來看第一個 基本上就都烤好了 一樣 怎麼判斷有沒有 第一個 這裡是不是脆的 這裡是軟的嗎 第二個 插下去 挑起來 挑不挑得起來 是不是硬的 如果挑得起來 就是好的 這樣就是OK的 這個有黏住的 一定要把它割開 要不然會破掉 小心翼翼的把它割開 看你用什麼方式都可以 自己去找方式 那如果說 你剛剛講的 你不想要有 這個有貓下去的 你就想辦法 不要去搓到這個死角 你就 用 反正也是反作用力的方式把它 焦起來就對了 那看你用什麼方式 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看喔 像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 餅皮是在烘烤成型的過程 你這個 就不能關火 火就不能給人關掉 要不然 這裡就會軟掉 因為這裡還沒 還沒烤好 反正 有在烤的時候 一定要有 就對了 對 不能說 都沒有 一定要有 對 你看這些 衛石錄說的 上牌的溫度會比較高 尤其我們 又沒有放掉 它會 熟的比較快 對 基本上 都沒問題啦 只是說 你可以多練一下 阿 如果你還沒要賣 你就先用餅皮來試做 主要是你要去 因為第一個 你其實在這邊練習的時候 你都已經有做得很漂亮了 你也了解 流程了 只是說 你怎麼去 怎麼去 了解你那台的特性 阿怎麼再去讓它做 做得更漂亮 這樣子 接下來就這樣一直把它挑起來 阿注意就是 你粉 你的料阿 不要 不要沾到這個桶 粉漿 喔 沾到桶很麻煩 真的 它就會黏過 粉漿這個什麼都沒關係 甚至你粉漿真的黏到了 倒下去做都還沒關係 那你餡料就 那如果餡料 嗯 太冰阿 它是不是說 會 沉下去 就是 努力之後就 太冰做 它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也有建議提早拿出來退冰一下 太冰的話 會 會把這個 怎麼這樣 放掉下去 它會吃 就是說 嗯 會顯在上面這邊 欸 它 它 太冰喔 太冰 因為我們也是放冷藏而已阿 呃 怎麼講 會 沉到上面 不會 沉到 就是它 怎麼講 沉下去嗎 沉 因為它料你下去 它就會往下這樣 你會去壓它吧 欸 沒有沒有 料你不要壓 不要壓 就是 我們粉漿 倒了對不對 我跟你說 你倒了 然後 餡料 下去 這樣就好了 你不要再把它壓下去 你盡量讓它浮在最上面 這樣子 才會顯得它的料大顆 你如果下去的話 它壓 會把它壓破掉嗎 不會 不會壓破掉 只是說 你本來可以呈現三分之二 你壓下去 客人只看到 視覺上只看到三分之一 就覺得你的料很少 嗯 所以 我們盡量就是 一樣的餡料都是 譬如說 我們一樣都是用四十克 我們當然要讓客人看到三分之二的 表面 甚至三分之三 甚至是三分之四 那像 奶油 它煮了 吼 因為我試過 紅豆煮 放料很快 但是奶油 軟軟的 而且它煮 比較 比較 啾 你是說 奶油 奶油真的要 煮的時候 因為 它是比較 魚狀 對 紅豆是比較有 不太狀 比較好煮 但是奶油好像 下去的時候 沒有 奶油要 很難熟是不是 要戳它起來的時候 哇 如果它又沒有很熟 這樣戳 會 快狀還是 還是說 奶油做的時候 要讓它能夠 你說奶油快狀還是 沒有快狀 奶油當然沒有變 是快狀 我的意思是奶油 如果下去 它熟的時機 奶油正常來講 是 也還蠻好做的 奶油你煮好它就是熟的 煮好是熟的 煮好 下去 只要劈熟 劈熟就好了 燈和內線都是熟的 反正叫劈熟 對 以皮手為主 對對對 對 就皮它很好 跳起來 對對對 阿你奶油的話 一定 我們煮好 你要用之前 一定要把它打 打 怕它米耶 這樣口感才會好 要不然你一塊一塊 因為它冷卻 會像布丁一樣 你一塊一塊的話 它的口感會不好吃 這是我們的認為啦 阿當然如果你覺得 一塊一塊 比較好吃 那你就可以朝這個方向 我們多年來是覺得 快狀的話 口感比較不好吃 因為它這樣的話 沒有那個 爆漿 還是綿綿的口感 對 爆漿 應該是 沒有什麼爆漿 對 阿你可以 難怪我吃前 一期一拜 沒有爆漿 可是因為 我放冷藏 沒有再攪一攪 你放冰箱 或放冷了 一定要再攪一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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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好 接下來換你喔 好 OK OK 不是 阿